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来是一开始年岁的盛区 我说你看你做核酸的人能不能帮我把药买一下 他说你找物业吧 我后面想索性找物业我还不经美 他下单等到他们做核酸的人来放在门口 我说自己就拿进来了 只是为了方便嘛对吧 拿完之后就是做核酸的人应该是一年左右来的 那之后刚好我在做饭 我的饭做完了就刚把药一吃嘛 然后吃完过了以后就我母亲就把人吃了 送来的是妈富农那个军孕药 我买的一种是酷干的药 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没有看一下吗 没有嘛当时跟你讲了嘛就做饭嘛 因为母亲也不是吃饭嘛 首先就出现的就是我母亲头晕 首先是头晕 她那个晕的她在沙发上她躺下去的时候 都是我扶着她躺的沙发 而且那个药也是破料的服势的 我医生开的药就是吃两粒 但是当时我母亲就按那个药总的也又吃了两粒 这个中间就没有吃其他的任何药 就是只吃了她就是这个冰药嘛 松松的药嘛 她的责任就是她在一月贴付了三千多年 这个花完之后后面交一千五百块钱 是我自己吃的 他们就等于他们就只输这个钱 就让他们管了 三千五年是药店出的 剩下的钱是我自己出的 那美团这边没有说法吗 反正现在就也打电话嘛 也就在打电话 但是我现在不出名了 我现在要 因为我后期还要带我母亲 要去做个全体检查法对吧